你不是想當吃飽 我喜歡吃這個巧克力 你不是說要維持苗桃的身材 甜點是另外一個味 越年假的巧克力越好吃 今天要錄什麼歌了 除了說唱我什麼都不會 你真的除了那個什麼都不會嗎 差不多意思了 我真的除了說唱我什麼都不會 才知道一直做這個說到現在 所以這首歌由我來當作製作人 是再適合也不會 就是我們如果做這個饒舌的樣子 真的就不曉得要幹什麼 本來一度想要中年轉業 然後最後發現真的什麼都不會 這樣繼續做 我是想要開玩具店 喔 可是重點是你捨不得賣 當然啊 你開玩具店是要進新的東西 同一個玩具要進幾個就不會捨不得賣 嗯 本來有要幫狗哥做另外一首歌 然後狗哥覺得 可能他那一首想要的是再更熊更硬一點的 對 然後但他就說也蠻喜歡我這首 結果你編了這個曲 讓他的靈感是除了說唱我什麼都不會 因為我有關注我的精神在裡面 所以他有點會不會 對 而且這個beat就是超喜歡的啊 我馬上就覺得這個beat我可以寫新的 因為老實說狗哥現在 阿錄的東西就是錄進去了 也沒有什麼demo 真的嗎 對啊 就是一氣呵成啊 其實這種方式我非常欣賞 是因為就是 幫狗哥製作我不好意思講出來 不然我也是覺得 他那個demo就夠用了 HIPHOP其實不應該那麼精緻 他應該就是有一種粗糙的美感 其實這張專輯的很多歌 我都是一鬼 就是以前都可能會疊很多聲音進去啊 幹嘛幹嘛 這張專輯就是一鬼 那很多歌就是甚至demo錄錄 我覺得欸但這可以啊 我覺得沒有必要再重錄 這首歌其實也有一點這種感覺 可是畢竟難得跟我們大寶神合作啊 就想說還是可以把它多錄幾個 它有什麼可能性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很多時候啊 就是你第一次認證要錄的那個時候 你貫注的東西是最純粹的 就有時候 事後要再加這加那個 或是說啊我再換一個什麼 其實有時候不見得比 你最一開始錄進去的那個東西 有感覺 有沒有 借這個機會聚一下 對對對 大家都有家庭之後 已經很少有時間這樣了 我們剛才有些人約去吃飯了 然後小喝一點 重溫一下往日的時光 重溫往日時光的兩百分之一 對對對 現在就是還 就微醺而已 就是幫狗哥做這個 這一次那個製作啊 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就把狗哥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的專輯全部 就拿出來又重新聽了一遍 想要從裡面找一些 就是有趣的東西 出來Squish之類的 所以我就是 真的是從頭就是聽到的 然後那種往事又浮現眼前 希望今天一切順利 因為沒有找到線 所以我們現在才要抓一些東西 沒有找到線就收工啦 三個小時的錄音就是 兩個半小時在喬硬體的 對接的問題 幹嘛 你要錄音了你要去哪裡 還沒啦 還沒啦 你要幹嘛嗎 你不是抽過煙了 啊就出去混一混這樣子 OK了 硬體對接成功 我去把狗哥召喚回來 終於開工了 酒也醒了 好 我覺得剛才這一次 就整個都蠻好的 我就覺得其實用Demo的就可以啊 真的嗎 說真的是也沒有差很多 你真的覺得那個 就是Demo那個 你覺得OK嗎 真的OK啊 執錄完了耶 耶耶耶耶耶 上工 讚讚讚 一個TAG就完整了 感動 感動 太感動了 辛苦了辛苦了 最後一合 最後一合後 最後一合唱 最後一合得六個小時 屁啦 有沒有亂講